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兩個人你認識是誰 我相信年輕年的觀眾完全不認識 他一個人名字叫做Beavis 一個叫做Butthead 左邊這個叫Beavis B-4 Butthead 大頭蛋 那這是我的年輕美好的回憶 說美好可能有點尷尬 因為這好這兩個人就是在MTV台 你會說什麼是MTV台 Oh my god how do I explain this 所以以前的電視有個電視台 那一台就叫做MTV台 在上面我們會看到最新的MV 多半就是MV 就是你知道音樂錄影帶 發展音樂錄影帶到現在還有人懂嗎 但反正就是MV現在還在用對不對 什麼什麼歌拍了一個新的MV 可能現在就只有在YouTube上看得到 可是以前只有一個管道就是MTV台 所以這就是年輕人一定會轉去看的一個台 那後來他也有一些很多其他不同的節目 就不只是有放跟音樂相關的而已了 包括這一個 所以這個是MTV台出錢的 弄出來的這一個一個animated series 而且是就是好笑的 而且這兩個人 他的點就是 其實這樣這個卡通 就當年飽受抨擊 因為他們兩個就很反智 這兩個人就是兩個智障 然後一天到晚就只想著打炮 因為年輕人 所以這個事實上也蠻反應事實的 這兩個青少年就每天只想著打炮 然後就只想著一些色色的東西 然後就一直鬧出笑話來 所以當年是被抨擊為反制的代表 所以社會上觀感普遍不佳 可是年輕人超愛 我也是當時的年輕人 我也超愛他們 那這個片 這個東西竟然在今年 也就是其實就6月20幾號 我好像是23吧 所以我錄製的時間今天26 所以已經三天了 他們的一個電影 而且這個電影是一個續集電影 拖了不知道幾年 那這個電影的名稱叫做 憋死於大頭蛋 都爆宇宙 為什麼翻譯成都爆宇宙 這個度這個字 對我先讀一下它的英文片名 Beavers and Butthead Do the Universe 他們前一部片叫做Beavers and Butthead Do America 那這Do是什麼 就是 就是幹 所以幹爆美國 所以Beavers and Butthead幹爆美國 那就是講著他們 反正就是 跑到拉斯維加斯啊什麼幹嘛的 然後就鬧了一大堆笑話 所以幹爆美國 那這一次幹爆宇宙 還有那個時間 就time travel 時間旅行什麼這些的 所以我把這個片翻譯成 Beavers and Butthead 大頭蛋 都爆宇宙 好我們看它怎麼都下去 看一下怎麼介紹 我剛用我的方式 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你要是年輕一點的觀眾 你可能不知道 那我們來看 這裡怎麼介紹 Beavers and Butthead I have always been the dirtier animated cousins to Bill and Ted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卡通 我就不是很熟 所以他們是比較髒的 然後他們是這個動畫出來的一個 一個cousin 所以似乎另外那個秀是真人的 There are two metal enthusiasts Dim-witted losers who find real comfort in each other's company 這句話寫得很好 他們兩個都是很愛搖滾樂的 事實上其中一個人身上永遠穿著ACDC 你看如果你看得到的話 所以大頭蛋他的衣著 永遠是穿著AC&DC 那這就是一個搖滾的 重金屬搖滾樂團 所以中金屬就是Heavy Metal 所以他們兩個是Metal的Enthusiasts 所謂的Enthusiast就是熱衷者這樣子 Enthusiasm就是對一件事情的熱情 所以這個詞算是生活上很常看到的字 OK Enthusiasts Enthusiasts 好 熱衷者 好 而且他們不只是Metal Enthusiasts 他們還是Dim-witted losers Wit是智慧 Dim就是燈光不太亮 所以他們在智慧上不太亮 簡單的說就是罵了笨蛋 So they are dim-witted 這個字應該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那兩個是魯蛇 那他們呢 而且他們很喜歡陪伴著彼此 Find real comfort 所以有個片語叫Find comfort in something 就是你在後面這個東西 假設我直接填個X好了 你在X裡能找到安慰 所以他們能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安慰 就是很喜歡花時間混在一起就是了 So they find real comfort in each other's company 在彼此的陪伴下找到安慰 所以company這個詞有陪伴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它兩個用法 Keep somebody company 所以這是假設今天你每天都在陪你的女朋友 So you always keep your girlfriend company 這樣子用 A company的話 這不是把那個 就沒有keep了 對不起 所以這個是company這個字的另外一個動詞變化 AC開頭 A company 後面的售詞就是那個誰這樣子 OK 好 所以有人陪你去考試 所以somebody accompany you to the test 好 那OK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他們喜歡陪著彼此 喜歡和在一起 喜歡這個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easy similarities 好 所以 也有些其他相似處 所以這一對 因為一個是金髮另外一個是那個 兩個髮一個是brunette 所以金髮是blonde 那brunette就是紅髮的這樣子 那男生的blonde就是低結尾 那女生的blonde則是一結尾 所以這裡我會寫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講說男生就外國人的金髮美女之類的 或金髮帥哥 這個blonde就是男的 然後如果今天是一結尾的話 加個一的話就是女的 那發音都是blonde so the blonde and brunette pairing and their never ending search for babes 所以另外一個相似處就是 這兩個人啊 他們的永遠沒有 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個尋找babes 就總是找女生來做那件事情 so their never ending search for babes 然後他們用的詞就是score OK得分 所以每次被帶到一個新地方 so are we here to score? are we gonna score? 另外模仿一下他們 就這兩個人為什麼讓人家覺得超白癡 或者當年年輕人覺得很好笑 而且大家都會努力去模仿 就是因為他們其中一個人會 永遠發出一個很高頻的聲音 就會變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butthead就會是 這樣子 所以你就聽到兩個人一直重複在那邊 然後butthead就會 嘿嘿 Beavis are we gonna score? 就類似這樣子 突然間我從40歲變回20幾歲 抱歉 所以 剛說的他們永遠就是一直在找這個 嘗試著score 那下一句說 所以下一句這句話其實很重要 這句話說我們要講一下文法 OK 好什麼文法呢 你看到 but never has the kinder spirits shared by these duos been more felt than接下去 我們先看到這裡就好了 你看到這個句子的開頭 那but就先不管 因為它是個連接詞 那下一個字竟然是never 然後下一個字是has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如果今天有has這個動詞 而有never這一個頻率副詞 而且是否定的頻率副詞的話 為什麼這個動詞會跑到never的後面去? 像例如說我從來沒有 假設我從來沒去過日本 我們會說 I have never been to Japan 所以have才叫never 而不是never have對不對 yeah 所以這個的概念就是 導裝句就是副詞 在句子裡的副詞 有時候提到句首的時候 它會造成句子導裝 OK 不見得一定會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會 像例如說 sometimes這個頻率副詞 不管你放在哪裡 句子都不太會導裝 但是never這個就會 所以有的時候 是否定的那一種 呃詞 複詞 放到句子前面的時候 會導裝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說 我從來沒有怎樣怎樣的話 像我如果跟一個女生說 I would never lie to you 我永遠不會騙你 那如果我要變導裝的話 我們就把never 放在第一個字 那接下來導裝的部分 那就是如果今天有注動詞 把注動詞先拿出來 所以never would 那接下來就是順順的把句子寫完 never would I lie to you 這樣就搞定了 你聽一下這個語感 I would never lie to you never would I lie to you ok的 never would I lie to you 下一個 再換一句 我們就用剛剛的那個have來試試看 我這裡換成是我從來沒有騙過你 所以我用了現在完成式來說 而且是否定的 I have never lied to you ok I have never lied to you 那never放舉手 那這裡沒有那個would的那種注動詞怎麼辦 那完成式的結構是have加pp你知道 所以下一個字就是have 然後一樣把它剩下來寫完 所以讀一下 never have I lie to you never have I lie to you 這樣就ok了 ok 所以這個句子 我們就可以再看一下 我把paste起來 copy paste起來在這邊 never has the kindred spirit shared by these duels be more felt than in 這個地方 這個電影裡 可能我還要先講一下 裡面有一個字叫做kindred spirits 這什麼意思啊 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他們兩個志同道合 都一直在找妹幹 對不對 而另外一個笑話就是 他們總之都沒有成功過 要是成功過 這個可能就不夠好笑了 right 所以一直找 但是一直找不到 這才是戲劇的重點 right 所以他們兩個志同道合 kindred spirits 所以他們兩個這個kindred spirits 那share並不是動詞 這邊這個never has 那你知道完成是要一個pp嗎 對不對 那pp的在這裡felt 所以這兩個 兩人分享的這個志同道合 從來沒有這麼清楚的呈現在螢光幕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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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吃力不討的事情 但你在懂我這邊在說什麼 所以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兩個志同道合 這麼厲害的呈現在大螢幕上 never has this thing shared by these two people been felt more than什麼什麼東西這樣子 ok 好啦 那到這邊大概可以理解這個句子 好 有時候現在 有時候覺得我自己文法越講越爛你知道嗎 不過 不過有時候是因為遇到這種很困難的句子的關係 而且加上我 我有時候錄東西 前置作業就是把想講的東西先把它截錄起來 然後就開始講 那我也沒有說先 我們講的先re一次有沒有 隱居圈用re這個字 我也不會先把這個內容先re一次 這個就像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在上課可能會用更多的句子來說說看說真的 好 因為我始終還是覺得能夠拿你拿文法來造句 你會造句的才是重點 所以我剛剛給了你兩個 那in the interest of saving time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好了 下一個要看到的是 這個 ok 他中間有講一大段劇透的部分 我就不要說了 那我們講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們看到 而且另外一個很厲害的是 剛剛Beavis跟Butte 這兩個人的音 配音都是同一個人配 都是導演 所以他的creator show的creator也是director 他也是負責兩個主角的聲音 他叫Mike Judge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秀裡面 這個電影裡面看到了我們很熟悉的 好 很endearing的這個party humor party humor就是張笑話 簡單的說 party這個字就是變童 OK 小朋友用的尤其是 所以這個 有一個詞叫party train 這不是火車 這是訓練 所以party train就是訓練小朋友自己去上大號 這樣就是party train 這個才蠻酷的 OK party train 好然後 所以Beavis and Butthead 所以所謂的這個張笑話是什麼 我們這邊就劇透一下下好了 所以他們兩個跑到了那個太空站去 所以they arrive at the Johnson Space Center 然後這個後者也就是butthead 馬上就笑了 嘿嘿嘿 Johnson OK 為什麼我需要解釋給你聽 So Beavis and Butthead arrive at the Johnson Space Center and the latter the latter 對不起 就hold著butthead immediately quips 馬上就取笑了一下 嘿嘿嘿 Johnson Johnson怎麼了 好 英文有一些名字 可以被理解為是男生的生殖器 所以Johnson是一個 Peter也是一個 據了解好像Roger是不是也是 好反正有一些男生名字 就可以來代替生殖器 所以他們看到Johnson Space Center 就開始嘿嘿嘿 Johnson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成熟的人 你會覺得幹這什麼好笑的 可是對於當年的青少年來說 就覺得就是好笑 OK 好啦 anyway 然後後面還講了 他們有一個太空站 當然有一些停靠的那個 Docking Station有沒有 像你說你的iPhone有個Docking Station 可以充電 那就可以插進去對不對 光是插進去那個動作 他會把它笑到一個不行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Docking Docking Arm有一個 就是一個插進去的一個 太空船插進去的動作 然後他們兩個就一直 一直把那個 太空船一直前前後後後的插進 那個Metallic Orifice 所以這個金屬的Orifice 這個只有洞 所以把太空船一直插進那個洞 還是什麼之類的 好啦OK 那你再懂了 反正很白癡 這就是所謂的Party Humor Party Humor Alright 再看下去 他們兩個就是剛說了 一天到晚就想著打炮 So as usual the two find themselves in trouble because their horniness causes them to mis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score 這裡就講到 我也剛剛講了這 score 所以他們兩個 常常陷入困境中 the two find themselves in trouble 陷入困境 因為他們的horniness 就是想打炮的這個色色的這個東西 所以horny這個字就是 你現在很想那個東西 horny 那名詞horniness 造成他們去誤判一些 就誤解一些situation 所以他們的horniness causes them to mis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score 所以他們把現在的這個情況 判斷成了 我們要來得分了 we're gonna score right 那結果沒有 而他們身邊的這些成年人 卻完全沒有想到 他們一天到晚 在想著這個色色的東西 所以身邊的成年人 就我們在Beavis and Butthead的 第一集的電影 以及他以前本身的 那個animation的系列裡面 也的確是 這附近人都不了解 他們這兩個腦袋在想些什麼 那事實上 他們就只是在想 色色的白癡東西而已 所以身邊的這些人 他們的狀態就是aloof OK So and the adults around them are too aloof to understand how idiotic Idiotic they are 所以附近的人 就太aloof了 就是沒有去關心到 這個細節的部分 所以aloof這個詞 可以翻譯成目不關心 或超然 的確超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tation 這個太空站 然後他們就只想到Johnson 那旁邊的人 就沒有聯想到這個 因為就不會 對不對 好 所以旁邊的人 是沒有辦法理解 他們多白癡的 so too aloof to understand how idiotic they are so idiotic這個詞 就是白癡這個字的形容詞 所以白癡的名詞叫做Idiot 那形容詞就是Idiotic Idiotic OK 好 我們再多看一兩個字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還蠻重要 好 可以這邊 因為這講到另外一個電影 順便就講一下 致敬一下 呃 他說的是 他們後來就在太空中 不小心掉進了黑洞 然後他們就從1999幾年 就跑進了2022年了這樣子 所以他們 所以等於說穿越時空 從我當年的年輕時候 跑到了現在 那他們就看到了智慧型手機 so the pair learn what a smartphone is and the spending power it holds 所以他們了解了什麼是智慧型手機 而且這個智慧型手機能 竟然能夠花錢這樣子 the spending power that it holds 然後也有講到另外一個電影 叫做Her Her不就女生的他嗎 對 這部片好像叫做雲端情人 你大概就知道了 那這片很棒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愛這部片 我也很愛 那就對他一個致敬 致敬的方法就是Beavis呢 就愛上了Siri 哈哈哈哈 See It's creative OK 這個非常有創意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 一定有弄得很好笑 所以我觀看了這邊 我就很想看這部電影了 OK 所以竟然愛上了Siri 就像雲端情人一樣 好 所以這個是為了致敬這部片 so in an ode to Spike Jonze's her so in an ode to so an ode to something 就是對什麼東西的一個致敬這樣子 OK 稱讚致敬這樣 好 然後最後一個詞 他又用了一個字來欣賞他們倆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了這個 Dim-witted 笨笨的 Loser Loser 還有像是說他們剛剛 Ediatic 很白癡 這裡用另外一個字 Numb skulls OK 也是在罵人笨笨的 Score 這個字是 頭蓋骨 Numb就是 麻掉 所以就在講說他們兩個 腦麻患者之類的 The two Numb skulls even stumble into a gender studies class 所以他們兩個竟然還跑進了一個 就是性別研究的課 然後他們竟然學到了什麼是白人的特權 他們認為 原來白人的特權就是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這樣子 所以 反正我相信裡面有取笑一些 我們現代的一些思維跟想法思潮 我覺得一定是很不錯的一個很好笑的電影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is movie 希望是很快有機會的 台灣會不會上我也不知道 but anyway 好所以介紹一下這個電影 另外講到了很多 今天這一集 尤其是這個導裝劇的用法 我覺得很有趣 希望你有學到點什麼 好那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